有很多观众朋友跟团出国旅游的时候 发现食宿品质跟旅行社事前宣传的差很多 而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决定请法院来主持公道 像是最近有旅客花了46万元的团费 参加一下旅行社的南美洲豪华旅游 南美五个国家31天的行程 标榜吃住都是五星级 或者是当地最好的旅馆或者餐厅 但是旅客认为 其实他们好几个晚上都住得非常的客难 连吃的品质也跟这个台湾的路边摊没两样 回国之后他们就告上法院 而法官调查之后呢 认为其中至少有五个晚上 的确跟文宣上面标榜的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就这个判决旅行社 必须要赔偿每个人六万八千元 但是这些旅客要求的是 每个人要赔偿三十万元才够 所以他们决定还要提起上诉 看着昨年前往南美五国旅游的相片 林先生没有开心的感觉 想起在当地的旅游经历 还是相当生气 林先生拿出相片指控当地的旅游品质 跟旅行社宣传的实在差太多 旅游简陋的像民宿 狭小的房间里只摆得下两张单人床 位于设备也相当简陋肮脏 就连吃饭也只有白饭和几样简单的菜色 对照旅行社当初的文宣上都写着豪华行程 还强调全程住当地最好的旅馆 展望参为旅馆内的自助餐 让林先生夫妇有受骗的感觉 职系住的跟我们原先的期待值有很大的落差 因为我觉得你要收这么高的团费 然后我们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你应该是要相对 因为价要等于值 你就价钱那么高 然后品质又那么差 林太太表示 当初他们每人花了46万的团费 看中的就是五星级的吃住宣传 没想到实际上却是天差地远 让他们很不甘心 回国之后向法院提告求偿 那你们现在对于消费者 这样不满的态度 那你们怎么办呢 台北地方法院指出 旅行社在行前有清楚的标示 住宿 旅馆等级 不过团员在说明会 并没有提出异议 行程里有五天的住宿 的确是有落差 加上部分用餐品质不佳 所以判决旅行社必须赔偿 各旅客六万八千多块钱 不过这四位旅客很不满 表示还要继续上诉 这有林健身彭换群 台中报道